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亚洲羽毛球锦标赛 在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介绍在武汉进行的这项赛事 这也是今年奥运会最后一项积分赛 接下来这场比赛呢 在转播场地将要进行的是一场混合双打 两队世界顶尖的高手 中国队的徐晨和马进 对印度尼西亚的阿玛德和纳希尔 两队选手都是长期排在世界前四的运动员 同时进行的亚洲锦标赛和欧洲锦标赛 历来都是奥运会之前最后一站积分赛 在这一项赛事上 每名选手都是 当他有积分排名需求的时候 都需要在这个赛事上最后冲刺 在这一项上最后一项 Thank you, powerful Ladies and gentlemen On my right Transit Read Ahmad Liliana Nasia, Indonesia And on my left, Susan Martin, China Martin to serve 现在双方的第一局比赛开始了 马进发球 直接上来第一个球 阿玛德的挑球就出了底线 中国队的两位双打组的教练 男双主教练张军 还有陈奇球 张军跟陈奇球自己当运动员的时候 也都是顶尖的混双选手 这一位也是一样 那谢尔过去的双打搭档 两次世锦赛冠军诺瓦 其实这两对选手在场上 彼此都非常熟悉了 而且实力也很接近 很多球打起来就是 大家在场上背球录 这次抓住了一个徐晨跟马进 在轮转上的一个小失误 因为徐晨还是希望能够多往后场走 刚才这球对方如果回过来的话 还是非常危险 混双比赛呢 就是还是要多争取 女选手在往前 男选手在后场 有进攻的机会 这个球那谢尔的防守不错 造成徐晨在进攻上没有能够连贯起来 这球其实徐晨是想杀对方一个小对角 但是那谢尔在这个位置的接杀 质量很高 弹了一个对角线到徐晨后底线 徐晨也没有想到 对方能够回溯这个对角线 所以没有注意去连贯 对方能够回溯这个对角线 这球首先呢 马进在往前封网 封得非常连贯 而且徐晨在中半场跟得也很紧 其实可以看出来 徐晨我觉得 可能是他现在在年龄大了之后 在场上的移动 不像年轻的时候那么好 所以有很多球 在过他头顶的时候 现在用反派用的就比较多了 连续防 转入反击 纳谢尔这个球处理得也很聪明 通过轻调下压 自己的位置打得越来越靠前 和南雄伴形成了轮转 阿玛德这球着急了 他不具备徐晨那样 一拍的进攻的威胁 在进攻的时候呢 需要更好的连贯 依靠连贯来得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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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来 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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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方的开局打的还是很激烈 拉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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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visava Savon Savisava Savon 要判马进为例 今天这场比赛 纳西尔跟阿玛德他们两个人的进入状态 这方面做得比较好 在以往双方交手的时候 他们总是进入状态比较慢 但是今天比赛一开始 那个节奏就上来了 反而徐晨跟马进 现在在连贯上 不是那么顺畅 平抽打 两边拉开阿玛德的位置 双方这两对选手 他们彼此之间太熟悉了 录像可能都看过无数遍 所以每个球一出去 对方会怎么跑位 怎么走 两方都很清楚 要出现一个得分机会很难 基本上双方打起来呢 还是阿玛德和纳西尔 必须要限制徐晨的进攻 尽量减少给徐晨 徐晨有后场进攻的机会 在场上把徐晨马进的位置拉开 这样呢 他们才会有比较好的主动 但是作为阿玛德这边 他的进攻没有徐晨那么好 那也要依靠更多的多拍 徐晨和马进 就是要在场上 多创造出机会来 如果没有多很多的 徐晨后场进攻的机会的话 和对方真正拼多拍 就占不到太多优势 甚至有可能有些小球啊 这些方面环节的丢分 就会比对方要多 就在说 说吧 咱们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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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5 2 1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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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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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6 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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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耐心 这就是说进攻当中还是要耐心 过度没有打好 刚刚说到耐心 在一轮进攻 没有攻死的情况下很正常 这个场上一定攻防要连贯起来 这个球正守底线 这个球应该是一个过渡 但是徐晨回的有点软 15 11 16 11 16 1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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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转 11 这个后半局的比赛还真是像之前所预测的 这个阿玛德纳希尔因为他们过去是慢热 今天如果在开局都能够跟徐晨马进僵持住的话 后半局就不好打了 徐晨马进在上一周刚刚在长州大师赛上夺得了混双冠军 这个连续作战对他们而且之前也有很多战 连续作战可能也是一个考验 这球可以看到纳希尔的手感非常出色 挑战派有没有盯住 通过这一段的比赛 阿玛德纳希尔在间歇回来之后 打了一个8比2 比分已经拉开到了19比12 现在阿玛德纳希尔获得了第一局的局点 第一局比赛是阿玛德纳希尔取得了胜利 21比12 稍事休息我们再为大家带来第二局的比赛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现在我们继续来看双方的第二局比赛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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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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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1 2 1 2 3 1 1 2 1 2 1 1 2 1 2 1 1 2 2 1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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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1 2 1 2 2 1 2 1 2 1 2 2 1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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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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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1 2 2 1 2 2 1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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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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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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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3 而且两对选手打过很多次了 无论是团体还是单向 所以一场比赛的胜负 有的时候也会让人觉得 不是那么容易兴奋起来 7,6 2 8,6 9,6 8,7,9 这个球失误比较可惜 这个球是一个转换 这种球就是过渡球 只是通过这一拍呢 来造成手转弓的机会 要求质量太高 造成的失误还是比较可惜的 删除了 11比8 学陈马进在第二局领先 到了间线 11比8 12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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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比8 12比8 14比8 100比8 14比8 14比8 12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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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丢了两分 这阶段进入中局 三分差距还是不保险的 说没就没 十分差距 纳西尔今天再往前看得太好了 现在发接发纳西尔能够再往前拿住 就很主动 因为他从发接发前两拍前三拍之后就主动 所以徐晨万马进又总想抢攻 在对方发接发已经占了上风的情况下 还是想抢往前来过渡 但是这种球都抢得特别勉强 所以反而造成丢分更快 这就是一个运气球 其实先处于手势并没有关系 可以找这种防反的机会 太急了 这个在发接发被动的情况下太着急 其实跟阿玛德和纳西尔打 就是前面说的 阿玛德并没有徐晨这种进攻的威胁 但就需要我们在防守当中 要能够耐得住 而且不要那么着急的去抢反击 要有耐心的那时候打多拍 这是强行放往 这球马进是拼了一拍高质量的回发球 滚往过去 但是这一分拼下来之后还是扭转了局势 至少让这个节奏给改变一下 15比16 15比16 好 灯高 灯高 这点 双方在这个时候体能都有一定的下降 看看谁能够坚持住 判断15 18比16 阿玛德和纳切尔领先 判断15 被阿玛德的假动作给骗了 19比16 这也是在14比10领先的情况下 许臣马进没有能够咬住 马进的球拍线打断了 马进的球拍线打断了 赶紧抓紧时间去换了一把上来 最后这个球挑球太深出了底线 20比16 阿玛德和纳切尔获得了场点 双方的选手实力是非常接近 所以一场比赛谁输谁赢都很正常 但从这场比赛来看 徐晨马进感觉还是比较疲劳 在场上兴奋点不够高 最后21比16 阿玛德和纳切尔取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 这样他们在今天是2比0战胜了徐晨和马进 这对选手过去交手的时候 徐晨马进的历史战绩是占上风的 但今天这场比赛被对方给扳回了一城 那么这场比赛我们就为大家转播到这儿 在接下来转播场地呢 我们等一会儿体育赛事频道 为大家带来的是一场精彩的男双 中国的小将李军慧和刘雨晨 将对阵市井赛冠军赛特亚万和阿森 稍后再回来